我們要先看一段影片 因為呢 前兩天在嘉義 甚至在南投山區都可以聽到很大聲 然後大家想什麼什麼聲音 後來結果發現說 有可能是戰機的音爆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先來看影片 週日上午9點多 在嘉義石桌山區 突然傳出巨大聲響 嚇壞不少人 超大爆炸聲音 讓屋內民眾嚇了一大跳 趕緊走出來門外 仰頭看天空 不斷查看 另一個監視器也清楚 陸下爆炸聲 不少民眾聽到在網路PO文留言 最近嘉義地震頻繁 懷疑是不是地名 也有人說應該是戰鬥機的聲音 聲音真的很大 而且大家本來還很擔心 是不是地震 後來發現不是地震 那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聲音 其實F16戰機 它是超音速的戰機 那我們平常我們的戰機 在巡弋的時候 不會用到超音速 應該是用次音速以下 亞音速 次音速 但是大家一定看過一個畫面 在F16要轉變的時候 你發現它從它的飛機的機首到翅膀 會產生一個像田圈圈一樣的那種 像雲一樣 那就是準備要超過音速了 就是大家看那個飛機飛得很快 你說它的翅膀會有一個什麼 對 會有一個圈圈圈 一圈 那個煙霧色的 白煙色的 真的啊 對 它就是從次音速 要超過次音速進入超音速的時候 就會產生跟空氣阻力之間產生一個圈圈 然後你會發現 衝過以後那個圈圈消失 就會砰一聲 就會砰一聲 就是它突破了空氣阻力的限制 進入超音速就會有這個砰一聲 那為什麼不常聽到 戰機用超音速飛行很傷 而且飛行員也很不舒服 因為你想想看那個肌力最大哦 你瞬間要衝過 它是九倍的那個體重壓在你身上 所以飛行員要衝破那個肌力 電影有演 很痛苦 很痛苦 它衝破以後砰一聲 它就進入超音速飛行 那進入超音速飛行以後 絕大多數是用儀器在飛行 因為人的反應來不及啦 嗯 它是非常痛苦 但是為什麼要超音速呢 要執行特殊任務 要到達從甲地到乙地 必須要限時之間到達就用超音速 它到達了這個地方之後 它就會把音速降下來 它就會把音速降下來 變成次音速 因為超音速的時候 它沒有辦法執行任務 太快了 對 太快了 因為你飛機飛到超音速 飛彈飛出去可能到你後面了 那我們也要做這種訓練 要 一定要 為什麼你知道 這就是緊急接站訓練 我的飛機要在最短的時間之內 從甲地到乙地 你不用超音速到不了 那你說我早點起飛就好 早點死飛被發現 早點起飛就被發現 晚點起飛 砰一聲 那你說砰一聲不就被發現了 砰一聲你根本看不到飛機了 比聲音還快啊 哦 因為它超音速 對 所以我們聽到聲音的時候 它已經飛走了 對 你聽到砰一聲的時候 它飛機已經飛到很遠了啦 你說我聽到砰一聲我抬頭 什麼都沒有 因為已經飛走了 對 剛剛影片那個跑出來看 沒有 超音速嘛 當你聽到聲音的時候 它已經不知道飛去哪裡了 那可是飛行員會承受非常大的激勵 對 這個阿湯哥有演 對 那一般沒有通過超音速測試的飛行員 在那個時候就昏絕了 對對對 就昏倒了 電影真的都演的一樣耶 所以有人說從賽亞人變超級賽亞人 大概有那個概念 對 他一般的飛行員沒有經過超音速飛行 他不能做超音速的飛行 因為他會昏絕 他會昏絕 所以大家聽到這個聲音的時候嚇一跳 我告訴你那個飛行員所承受的力量 你不能想像 會昏倒 九倍 十倍的那個重力壓在你身上 那真的很辛苦 所以說這就是超音速飛行 次音速進入超音速 然後呢高度大概是在2萬多 所以你看不到 就算你想看它已經飛走了 你絕對看不到 你想想看 你的眼睛有比聲音快嗎 不會 你絕對你絕對跟不上 視力沒那麼好 對 所以說表示我們現在正在做這個事情 就叫做我們要急速進階的資源訓練 我要從假地到一地 所以會這樣 那麼我們這款F-16V BEC-70 大家覺得有多棒 這個是它上面在就叫亮肚皮 亮肚皮 它所有的武器在這邊 而且我告訴你還沒掛滿 還沒有掛滿 還沒有掛滿 因為有兩個是 F-16這樣子也掛太多了 掛太忙了 我跟你講這個AIM-120 這樣很重 很重 它現在就是要做全裝載全裝彈的訓練 看看有沒有辦法測試完成 其實都已經測試完成了 只是我們要做一遍而已 那其實這架飛機 是別人跟我們買版權的 這是別人跟我買版權的 這是國外某個地方 中程的空對攻飛彈 非常棒 這種飛彈以前都是放在關島 現在台灣自己可以放在我們台灣了 那這個是AIM-9 X就是地獄火 它也是短程的空對空 然後我剛剛講 為什麼沒有掛滿 這個 這個看起來是飛彈 飛彈跟中間有一塊 那塊是載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炸彈 應該是5000磅 5000磅的炸彈 而且是精準導引 它炸彈丟下去 以盤的炸彈丟下去是自由落體 它是可以透過它的這個精準導引 讓這個自由落體的炸彈 順利炸到目標 那個很大 炸彈丟下去 它自己找一找 它自己會修正 然後就 對 是由它來導引 是由這個JAM 這個J-D-A-M 它來做導引 這個LADM它來導引 導引那個炸彈 那個炸彈還沒掛 那個炸彈大概有這麼大 還沒有掛上去 對 但是它把導引器跟掛載點 都放上去了 然後 這是副油箱 這是副油箱 就是我要飛長城的時候 這個副油箱 但是 它在要做跟 飛機纏鬥的時候 你看到 A-16進入纏鬥的時候 會丟下兩個東西 就是把副油箱丟掉 我要接近纏鬥 我已經飛到 飛到這個上空 任務上空了 開始要跟你纏鬥 我掛兩個副油箱很慢嘛 可是 它會丟掉 可是它沒有油箱怎麼辦 它這個時候 飛行的時候 副油箱的油 是不斷的注入我的主油箱 等到我飛到定點的時候 對不對 我就比較像空中架一樣 我是滿的 所以多餘的兩個副油箱 我就丟掉 我的載重力 我才跟你纏鬥 所以你看到 每一次戰機 要把副油箱丟掉 表示它要戰鬥了 都要戰鬥了 所以掛載了兩個副油箱 然後全部裝滿 所以現在美國 就讓大家來看嘛 在巴林空軍基地測試說 這是中華民國 委託我們做的F-16V 它的性能有多棒 全裝載不影響性能 包含副油箱 所以很多的買家 開始要跟我們要來採買 這很厲害 如果人家要來跟我們採買 我們那個翅膀上面掛滿滿的 滿滿的 一般的戰機 你沒有辦法承受這麼多的掛載 F-16V可以 而且不影響它的性能 這才厲害 這才厲害 對很多國家看到我們真的很棒 所以跟美國買 所以美國的F-16 為什麼開始銷售量上升了 因為F-16V 對這真的是很棒